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月的那一天 应该讲被人从停车场从三楼推到了二楼 最终死亡 在11月8号最终死亡 那这件事情呢 就成为了一个极大的触发点 我们在这两天 大家会看到在香港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冲突 包括一直没有讲话的科技大的校长 也强烈抗议香港警察 他认为香港警察阻扰了对这个学生的抢救 也就是说香港警察客观促成了周学生的死亡 而他的时间点却应对了习近平 10月1号招轨上升 期的定数的时间点上 而习近平又在11月4号公开向林郑月娥表示赞许 这是前后对应的 所以应对着他的话 就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一头走到黑 一头走到黑 来应对天灭中共将要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种 生命的未来和真实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习近平韩正见林郑 北京对香港下达最后通牒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也谈不上什么最后通牒 习近平韩正同时见代表他们就是香港的一切麻烦 香港的所有的今天对人的伤害 都源自于习近平韩正代表的中共 这个林郑就等于是一个小鬼来的 韩正 香港极端暴力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 中央支持港府再出发再前进 那四中全会公报 北京要加强对香港的管制 8月29号 8月30号 香港新华社罕见半夜发表声明 驻港部队进行大规模 第二十二次大规模换访 那数什么东西 数了一个不好的东西 只进不出 大批的军人进入了香港 没看见对等的任何车辆离开香港 没看 然后在香港街头出现大批军警 不带任何番号 穿着基石绿的衣服 原来香港警察不是这样 原来香港警察都是蓝制服 当官的是白制服 现在蓝制服又出现了 现在你看一看香港街头再次出现蓝制服了 然后在人们一再的 特别是蒙面法出现之后 一再的这种质疑背景之下 那是香港法律规定的 执法人员必须带上他的警员的标牌 跟他的警号 那是法律规定的 但当香港被政法委接手之后 被中共军队接手之后 公安部接手之后 法律是服于权力的 所以在权力者的角度来讲 他就是法律 而他的权力者 贪欲者都是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警察就什么都没有 香港的警察任何番号都没有 北京话叫突驴 就是突驴 骚 狠 硬 肆无忌惮 在一接连的质疑的背景之下 香港警察改了戴成白卡 没跟你说突驴吗 那正经的警察人是 衣服上都是自己的衣服 就是自己衣服配套 印上警号的呀 香港地方那么热 你们家的衣服 你给别人穿吗 所以他进去的 大陆军人太多了 没办法就用白卡了 所以反过来 这一切都是香港出暴力的本身 执法者的本身的暴力 共产党本身的暴力 那韩正说了 香港极端暴力 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 这就是今天 在我眼睛里香港的状况了 刘孟雄 刘孟雄是强烈反共的人 刘孟雄认为 林郑绝对不可能完成他的五年任期 他的下台是肯定的 前世不忘后世之时 05年 董建华 三月份被见面 高度信任和肯定 两会结束后 脚腾下台 是 2016年 当时习近平曾对梁振英 高度信任充分肯定 那个背景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 所以当时习近平高度 高调去见梁振英 不光是高度信任充分肯定 还多了十几个字 疾风知尽草 然后就野火烧不尽了 就给他点了火烧了 点了火烧 2016年12月份 11月份高度信任 12月份就烧了 但他的前提是 201前提就是说 他要把他任期的麻烦结束了 那现在的林郑呢 时间点上 在我眼睛里 时间点上有点差距 2015年9月3号 当时的曾英全 出席了大阅兵 回来没多久 生日过后第二天 就把他抓了 是 基本就是说 前面的三个特区的特首 基本都是如此的礼遇 那到了第四个林郑月娥 那林郑月娥呢 是有点特别 林郑月娥是三条七上去的 对吧 三条七上去的 代表他命运的成分 在我眼睛里 在外 就是在中南海之外 是林郑月娥 中南海之内 是这个 是这个 王沪宁 这两个人 一里一外 就把习近平弄死了 刘孟雄讲 林郑再次被高度信任 充分肯定 应该说要出事了 特首两年多 闯下大祸 把香港至于连 英人治港时期 都没有过的浩劫 给国家造成了 乌克尼布的损失 社会撕裂 为蔡英文助选 给了川普一个香港牌 为习近平在中央 添了无限的麻烦 所以肯定会被问责的 他的焦点就是 主要是谈在了 有关林郑的问题上 香港人的不放弃 你可以看到 在几乎香港人的抗争 已经坚持了 非常辛苦的背景之下 坚持了非常辛苦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甚至认为 自己可以出手了 所以在11月4号 习近平突然出手 主动去见林郑的时候 结果科技大学生 以这样的方式死亡 这就是命来 11月 对不起 6月15号 林郑突然以这种 暂缓的方式出现之后 在当时的香港 没有任何人 有信心说 第二天 6月16号的大游行 能出来多少人 因为6月9号出来100万 所以当时我看过 有人用大数据统计 说最高能出现74万多人 不到75万 那谁都没想到 在晚上9点多 姓梁的先生去世 第二天出来200万加一 这都谁都没想到 所以这个有点类似了 这个人的死有点类似 刘梦雄 香港的乱局 僵局困局 问题在林郑 但跟着在北京 2014年6月份的白皮书 提出与法无据的 全面管制权 8月31号的 对基本法的权势 那一笔勾销掉 基本法获得的 双普选的权利 驻英公使 外交部发言人 第一级局官员的背信弃义 说中英联合声明过时了 然后再到铜锣湾 肖建华事件 他说整个这个过程 2014年整个走过的过程 都是中共一手参与的过程 看不到中共有任何修整的迹象 但此路不通 头破血流 中共没有能力管制资本主义的香港 是啊 这是他金钟讲的能力的概念 我以为是生命属性的问题 被乱七八糟附体了 被乱七八糟上身了 那你人还是人了 但他不是人 是一个相互对应 是这么个概念 一国两制 香港是不是社会主义 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 但又是合法的 那作为今天 习近平要走回社会主义的道路 坚持社会主义的话 他怎么去管制 我觉得是这样 他完全是对立 到今天火烧中央官媒的地步 所以说明中共对港政策 从最初的收回主权到今天 不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绝对没有这种历史的高度去反省 他们不会反省 对吧 习近平的话叫牢记使命 非一辟走到底 所以在我眼睛里 这是一个表象 人们去愿意讨论的表象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是中共完结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